來請教一下這個阿哥 這個台幣跟台股的關係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反向關係 就是通常台幣走升的話 基本上台股會漲 可是並不是每次都這樣 有時候台幣升到一個程度之後 這個電子股的匯損來的話 反而會造就後來台北股是往下跌 所以我們這時間抓得比較長 當然有時候是正相關 有時候是副相關 你怎麼做觀察 對 我們上次已經抓過一個台幣的 一個基本的目標價 就兩塊四 又兩塊四 又兩塊四的話 這一次的一個目標價要到二八 二八就已經怎麼講 就突破了嘛 對不對 那突破的話 可能又會造就更大的 更強烈的行情 那當然最關鍵的 當然就是因為澎淮南 這一次台幣本來還在稱讚三十 本來還在稱讚三十的 澎淮南一舉辦 最後一次的這個告別記者會 就是他一成為顧問 他就不當家了 對不對 台幣開始強身 就開始強身 就是說澎淮南他有一個很強大的什麼 很強大的面子 很多外資都是看他的面子 或是說喝過咖啡 對 二十年的這個任期 那個跟大部分的官員或是外資 都有交情了 對不對 不好意思不給他面子 所以他光靠這樣子廣大的人脈 才可以讓台幣極度的壓縮 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 中間二十年內全球的匯率都 變化非常大 但是就只有台幣相對穩定 這是他最大的功勞 但是現在已經即將換成新總裁 那我們剛才穆華哥講的 他的人脈人緣並沒有這麼的廣 所以他全部都是靠他自己 一個人的努力 那我們說爸爸要讓小孩 彭宏蘭是爸爸 想要帶小孩 讓他長大 怎麼辦 他讓他跌倒 對不對 不可能出一點事情 彭宏蘭就跑出來幫他泡咖啡 對不對 懂你意思 咖啡要自己泡泡看 對不對 外資你自己叫過來跟他聊聊看 對不對 顧問如果整天都出完 那他不用退休了 對不對 他希望他壯大 那當然就要給他跌倒看看 什麼在跌倒 要點考驗就對了 對啊 就給台幣突破看看 給台幣突破個284看看 你撐不撐得住嗎 給台幣突破28看你撐不撐得住嗎 所以我猜 大概可能都是一些關鍵的防線被突破 那個彭宏蘭可能才會幫忙出一點力 但是有時候是整個大趨勢的情況 也不是彭宏蘭想擋就擋得住 我們看過去的央行任期多短的 短的時候波動就大 如果任期比較久的 那段時間那個匯率就會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對啊 所以我們剛才圖上面也有大圖 我們看一下 台幣央行總裁維持比較久的話 台幣就可以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 一旦轉換 連續換四個 當然有很多因素 但台幣就怎樣 急升 然後又急扁這樣子 急扁過後又換到澎湖蘭 然後就維持一定的政策 一貫的政策 沒有人會去干擾他 這個中間非常厲害 經歷過兩次的政黨輪替 他都還可以 他說在那個位置 為什麼 就非常穩定 所以在你這個邏輯 如果央行的任期越久的話 台幣會越穩定 所以那你現在的意思是說 楊進隆可能沒有辦法做那麼久 是不是 所以台幣的波都要變大 那楊進隆要給他做很久 那問題楊進隆可能不會做很久 彭文藍最厲害的 並不是他的那些外匯 那些實戰的經驗 是他的那些相關的經驗 讓兩黨都會非常的尊敬他 這個不是一個專業能力 就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就是牽扯到很多的人脈 跟相關的一些見識這樣子 所以這個並不是 想要取代就可以取代的 所以我也如果可以看到 總裁一直換的話 你就要提防 我們的匯率防線可能 會越來越守不住 因為他只要可能 楊進隆可能一失守一個防線 譬如說台幣升破28 升破27就換他 一把換掉可能就會升得更誇張 新的人怎麼會懂 新的人一定更不懂 那我來看 假設出現一些失控的狀況 楊進隆可能做一年 因為給彭華南面子 所以讓楊進隆直接升上去 升上去以後 如果因為政治的考量 或是一些其他因素換掉的話 那可能匯率的波動就越來越大 如果照滿足點的話 我們從技術分析來看 一旦出現一個關鍵的轉折 上一次是從40升到25 然後我們說這個叫 技術分析這叫修正波 修正到35對不對 這一次整理了更久對不對 整理了20年對不對 所以一旦突破 如果這個35 我們再往下減15的話 會來到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對 不可思議的數字 但全球本來就在經歷過一個 很大的巨變 說人民幣開始在越越越試 在取代全球性的貨幣 人民幣都還沒達到這個目標的時候 虛擬貨幣快要取代全球的貨幣了 所以不斷的不斷的 這個劇烈的轉變 覺得台幣升到20 可能也只是一個小的轉變而已 所以未來我們可能 無論是個人或是企業 都要有這個打算 要有心理準備 對 因為全球的變化 可能會比我們想像的還快 所以台幣也不是說 我們想要組升就可以組升的 剛剛沐浩哥講 這美元指數 高檔做出一個這麼大的頭部 現在才剛剛開始往下做修正 我們剛剛講 前面是怎麼噴出的 一旦修正 有很可能一打回 打回這個起漲點 所以這是非常遠的 而且我們說川普現在 升勢還算穩定 如果他修正到一半 川普的升勢一旦被挑戰 或說川普有什麼動搖的話 美元當然就會趁這個利空 一路再往下打 到時候會有一些全球性的動盪 那就要看台幣撐不撐得住 如果美元迅速往下跌 台幣就會迅速的往上升 那在這樣的背景下 影響最大是什麼 就是台灣的電子業 我們台灣電子業在1995年開始 開始上市櫃 展開一波超級的大多頭 對不對 那個背景是什麼 那個背景就是因為台幣怎麼樣 開始劇烈的貶值 這個橘色的線是電子類股的指數 這個橘色的線是台幣的匯率 這個地方電子股開始登上市上櫃 開始在台灣開始蓬勃發展 發展的背景是什麼 台幣怎麼樣開始劇烈的貶值 所以我這個東西做出來 我們的電腦做出來 本來賣五萬塊的 過三個月打折了 因為台幣變便宜了 過半年越來越便宜了 我覺得越來越好賣 越來越好賣 搞得好像我們覺得 我們技術非常好 好像我們的電腦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你做得不錯 不過匯率也幫了很大的 對 當然 就剛好把我們這個技術 全部都推上一個極致這樣子 所以在因緣背景之下 造就這個電子股的超級大行情 但是你要注意到 匯率在1998年的時候 開始急升 從35 急升到31 也沒有很多對不對 這個時候電子股 電子股還在漲 為什麼 因為台幣一直急升 代表熱錢進來 對 就跟現在一樣 對 熱錢進來 然後指數就推升 這是推測股市而已 但事實上推升股市的過程當中 電子公司的實際的銷售的難度 就會越來越高 因為東西怎麼樣 就會越來越貴 所以它反映到可能半年 八個月後才遞延出來這個報告 所以台幣最近半年一直狂升 但電子股還在漲 為什麼 因為還沒看到什麼 還沒看到第一季的季報跟財報 所以它可能台幣升完了 升完一大段以後 電子股的指數怎麼樣 才會迅速的往下修正 可以看到過去幾次例子都這樣子 當台幣開始急升的時候 然後指數就會出現跟著修正這樣子 現在匯率又開始出現急升 然後電子股還在上面 但這就是熱錢所造成的結果 所以我們看到今年第一季的財報 再過幾個月就要公佈了 當然可以看到很多電子股 已經漲都漲不動了 就是已經在提前反應了 所以到時候可能 整個電子股都會面臨很大的這個會損 所以我們從電子股的線型 就可以看出來一些跡象 這個是周線圖 電子股在上一波 一下跌 就跌到這個藍色的漲漲 是年限的部分 表示已經這個長多的走勢已經受到考驗了 那是所有大環境都是這樣嗎 並沒有 你可以看到 在電子股很弱勢的時候 全球的熱錢持續進來台灣 金融股往上衝高 不但連季線都沒人貼破 更不要說破季跟破年線 還逆勢往上衝高 但是錢是從電子股轉向金融股 然後也轉到我們所說的非禁電類股 一樣它連季線都碰不到 也沒有碰到年線 就直接再度衝高 所以在這個匯率持續升值的情況下 那個電子之後的一些隱憂 我們要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台幣升值純純欲動 這個電子股外的走勢令人堪憂 年紀大陸 電子股外 rij星期會 電子股外條 電子股外景 電子股外省 電子股外交